心肺骤停文学者 不对 纸细糠的话 还有个东西 那是沃尔特 阴间的梦 精神与视觉就会出现难以形容的感觉 而在作者精心的制作下 原本就能损害精神的东西 突然就让人觉得下地狱也不过如此 大家好我是银狼 根据评论区和弹幕的统计 想看沃尔特的人还挺多的 那我只能牺牲下自己了 这次的沃尔特希望能让大家感到自愈 沃尔特坏事作劲 估计他被奇怪的存在夺舍了 他的血量高的R99999 只有使用特殊数也才会对他造成 3333333伤害 沃尔特击中敌人5次会杀一张 口口口 同时沃尔特带有bug 战斗开始时 我帮所有决策AOE会攻击所有人 沃尔特死亡后 伊莎多拉和朱莉亚也一起阵亡 伊莎多拉在沃尔特死亡之前无法死亡 被击中时仿糖伤害并施加流血 但他只有仿击头子非攻击 朱莉亚在沃尔特死亡之前无法死亡 他带有崩坏输液 崩坏会在回合结束后造成崩坏陈述伤害 因为是负面效果 所以我让奥创带了纸妈 切忘到防御架式应对即可 击败沃尔特需要遵守游戏规则 所以我让直面恐惧的索妈城来演示 剧目交给奥创 他打铁可熟练的 扛下所有压力肯定没问题 沃尔特使用无尽循环 游戏规则开始了 我们需要坚持才能胜利 加油 奥力给 沃尔特使用了开端 这是要爆炸了 大家快下车 沃尔特使用了 性格修改极端 使用时将目标变成尤里 我来看看谁牺牲一下 神仙和奥创我可不舍得 那只能让玛丽尼尔去了 谁叫她是个小丑 神仙和奥创 玛丽尼尔变成尤里 获得了逐渐变态 使用时失去20点混乱抗性 并获得特殊输液 我们再次看咱们儿吧 我们再次看咱们儿�尔特使用了 特殊输業自殺 主動自面一失 但可以捅自己傷刀 這就是遊戲規則 輪流使用特殊事業 但得犧牲自己人 只是 神才不會遵守遊戲規則 第13生終享 命中時最佳 目標體力上限 呈頭子點數百分比傷害 神的謙卑晃來的 卻是烏爾特的傲慢 他剛才擋了一次攻擊 那對不起了